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這是五花肉 我以為是燒肉 很硬 不用骨 沒有骨 沒有骨 燒立普的才有骨 哪一面很漂亮 哪一面很漂亮 你想要瘦一點 好 就這樣給我切 這裡 一大幅 我這次要用炸的方式 不用燒 這裡 炸好多 好棒 我打算去拜山 早安 早安 好棒 這個 多漂亮 我回去做燒肉 它夠雪花 對 好漂亮 這個叫七層肉 這個非常好 好 哇 你說好吃 多少 90 很棒 謝謝 我是粵主員 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我去買這塊豬花肉 七層肉 你看多漂亮 很早就去買了 因為晚一點 約了一班人一起去拜山 每一年我都自己做燒肉 其實我拍過很多燒肉片 有用乾波爐做 有用氣炸鍋做 那些很簡單 不過那些就要放在雪櫃 收水一晚 我又曾經拍過一個不洗疏針的燒肉 哇 真厲害 好多人看 今次我都趕時間 晚一點 四五個小時 我就要跟班人一起去拜山 不如今天用煎的方式 做一做燒肉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都OK 這塊五花肉 給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 看著它切的 現在第一個步驟 首先就一定要解凍 好 解凍再跟大家說 清水解凍 現在就拿來沖洗它 大家要先理解的原理 如果我們用乾波爐焗爐 大約一小時 所以那些微熱 就慢慢令肉鬆化 好吃 但如果我們這次煎的 煎一個小時就焦了 所以我們首先要煮一煮 一來煮一些 好 我們先來煮一煮 我們要煮一煮肉 禮水不要的 是要煮熟肉 慢慢炆軟 才會很快 所以一定要這樣煮 才會很軟 因為沒有經過燒焗 現在要放些東西 再煮一煮 煮了它的味 我們可以加薑 不過我不加薑 加一根大鹽 OK 讓它煮一煮的味 記得加酒 兩三個湯匙也不要緊 加酒 白酒也可以 不一定是燒焦酒 還有 你怕它有酥味 好像我煮羊腩煲 加一點白醋 一個湯匙的白醋 讓它煮一煮 一煮熟 就可以慢慢煮 這麼大塊的肉 甚至乎小塊 都要煮40分鐘以上 因為你吃出來 煮了燒肉 很韌 不好吃 皮脆 肉是軟的 才好吃的 你有沒有吃過燒肉 硬碎碎 其實是有的 因為只是燒皮 所以我們要煮到它軟 又要不要硬 又要皮脆 這個才是一個方針 我現在都很趕時間 因為我稍後 晚一點就要去拜山 現在讓它煮起 煮起 我們就收回小火 這個火 煮它 我就建議大家 50分鐘 40分鐘以上 起碼都50分鐘 待會拿出來 醃一醃 這樣 燒肉就好吃很多 50分鐘之後 再跟大家說 好了 第一個程序 用這個火 煮了50分鐘以上 這個 其實 告訴大家 現在就這樣吃 50分鐘 所以 那塊肉就沒問題 看到嗎 現在就拿它過來 沖洗一下它 OK 拿它過來 拿過來 先洗一下 拿過來 沖洗乾淨之後 我告訴大家 這個五花肉 因為有幾層 七層肉 有骨的 比較難一點 其實最好 最好 最好 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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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塊 煎 難度是高一點的 如果你們買一塊 可以兩層 即是這一層 肉 你就容易煎很多 一層兩層 即是外面的燒腩仔 你明白嗎 即是我就照做 現在這個程序很重要 就是吸乾 因為都急做 那怎樣吸乾呢 其實都不太乾 不要緊 我們現在要醃 我們要切一切 但是有幾個骨 你看著 這些軟骨 未必切到 我們要遷就 我覺得可以用剪刀 要剪一剪骨 對了 還好 我們要醃了 開始 調味道 一般來說 燒肉 我之前很久之前 都跟大家分享過 一定是放五香粉 很多時候 但我不放的 因為我覺得它霸道 我都說過很多次 整塊肉就失了 不如放雞粉 這次要加一個湯匙的雞粉 對 一點點醬油 對 一個湯匙的生抽 不要加老抽 因為待會煎的時候 要告訴大家 很黑的 要不然放得太黑 就不會了 一點點魚露 對 一點點魚露 其實夠味道 因為我們吃的時候 還會剪一剪芥辣醬 胡椒粉 先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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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拌勻 大約半小時以上 我們現在 將肉 直接拌勻 在冰格 現在我拿去冰格 一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煎了 一個小時後再和大家說 好了 已經 將五花肉放在冰格裡 剛才的盤太大 轉了一個小盤 現在拿出來 做第二個動作 拿出來 放在冰格半小時 已經有效果 有點雪伤 但肉 還未曾很硬 我們現在要疏針 很多時候 我有疏針 但很多都沒有 找一隻刺 慢慢刺 慢慢刺 慢慢 因為那些油 其實那個燒肉 就是靠 本身這些油 爆出來 燒 但我不要刺得太深 什麼是刺得太深 譬如 告訴大家 譬如 你這裏 刺得太深 刺得太深 那些肉 油 不斷流出來 反而不脆 這個就是經用之談 刺了少許 讓它有少許 油 卸出來 它就脆了 這個是燒 和炸 都一樣的 慢慢用叉 這樣刺就可以了 好了 用叉刺刺完了 都要塗少許白醋 好 過來過來 我這塊肉 就這麼大塊 所以我就找了這塊鑊 28cm 放油 不用放太多 它也是半煎炸 要炸到皮面 你看我放多少油 就不是屬於炸的 OK 看一看 其實一枝裡面 用 給大家看一下 來到這裡 這裡 其實不用三分一油 就可以做到 這個是快手的 因為我一做好 我就趕快 跟它們一起去擺山 今晚回來 先吃飯斬 這個油溫 你不要太大 大約現在六成 是要慢火炸的 這個程序就是告訴大家 一定要比較乾 你聞到有少少油香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火 因為是要慢做的 要記住一件事 因為你如果想得色多 就會很容易焦 要理解一下 看著 先煎好 好了 有水 不足夠了 還要小火一點 開頭的 讓你小火煎一下 讓它慢慢煎 不過 要蓋著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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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水分 如果不蓋子 蓋著蓋子 有很多水分 蓋著蓋子 讓它慢慢煎 知道嗎 OK 待會煎好再跟大家說 這樣做了幾分鐘 你記得要蓋蓋子 要蓋著蓋子 要蓋蓋子 我們可以看一看肉 但在看肉之前 我們先關火 因為我怕它一打開蓋子 就會彈到七彩 你要知道理論 看看皮 現在煎到什麼環境 很誇張 先看看 我先拿開這個 我們可以先看看 你看看它 嘩 嘩 好 看看 看看 嘩 OK 看到嗎 哪個位置還沒得 先看看 兩邊 兩邊都還沒得 看到嗎 那我們就要放進去 開小火 開小火 蓋著蓋子 記得 太熟了就會這樣 蓋著蓋子 這面還沒得 蓋著蓋子 這樣 因為我們不是全部油炸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油 抹在裡面 讓它炸一炸 它不是彈的 很厲害 因為它本身不夠乾 第一 第二 就是本身不夠乾 而且它本身也有油 你看著 這樣炸兩邊 再慢慢 用最小的火 不要大火 一大火就焦了 兩邊做一做這個動作 待會再和大家說 好了 又差不多了 又關火了 記得關火 不會爆出來 打開看看 嘩 看看先 好 這次拿鑊鏟幫幫忙 先拿鑊鏟 怕筷子搞不掉 記得拿著鑊鏟 等一下 流血 小心點 先拿著鑊鏟 看看這次可以不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剛才沒有那麼白 但這裡還要黑了一點 也不要緊 最重要 現在就 煎炸這面了 對了 現在輪到這個面 這個就是脆皮 這裡黑了一點 看到嗎 這邊沒有辦法 剛才因為 一會兒切的時候 把它倒閉 現在這樣 記得蓋過 現在要慢慢煎 這次煎好了 再和大家說 基本上差不多了 OK的了 先看看它什麼環境 關火 記得關火 記得關火 要緊記一件事 很硬 OK 先拿出來 看看 哎呀 先擦一擦 看看底部 都OK 喂 是不是在這裡 先把整塊燒肉拿過來 小心 小心 好 再和大家說 拿過來 哇 終於完成了 這塊燒肉是煎炸的 其實就放了三分一 都沒有那麼少油 很少油 你看到 其實真的有少少黑 對不對 就算出去吃的燒肉 把這些燒肉刮掉 現在很熱 小心 刮掉了 知道嗎 如果你覺得它是黑的 有少少的 就刮掉 現在不攪得住 因為太熱了 讓大家看看裡面 都不錯 不錯 不是說黑的 所以不要放那麼多味料 很像 現在呢 我趕著去拜山 我現在就放過來 撿好 先說 拜完山 回來就斬燒肉 今晚吃飯 一起再說 好嗎 現在我就這樣 要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收拾東西 去拜山 好 我就不再封了 用膠袋進去 算了 因為很熱 好 現在我們去拜山 今晚晚一點 就斬給大家看 這個燒肉 好 稍後再和大家說 哇 拜完山回來了 喂 今天就不是那麼多人 我們今天星期四去 平日就會好些 明天五六日 接著打下戶 那個禮拜 越來越多人 如果要買 要早點去做 這個 現在呢 就可以炸給大家 咦 還有少許暖的感覺 這一塊 五花肉 七層 你看到 為什麼我剛開始說 要弄它軟一點 整個五十分鐘呢 因為 我只是炸 那塊肉 是不應該 軟的 所以一定要煮到它軟 有些煮到已經軟 有骨 就比較爛 不要緊 我現在就炸給大家看 其實現在還沒煮飯 那些人說 你先炸燒肉來吃一下 好好好 試一試 你告訴大家 這些是否黑的 有少許黑的 一定有的 那就刮一刮它 明白我說什麼 你就出街吃都是這樣 有少許黑的 你就刮一刮它 這些 你就要用紙巾 就這樣 燒肉就是這樣 OK 看看哪裏有些黑的地方 慢慢刮它 少許 因為我用炸的方式 這個很方便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其實有乾菠蘿 又有氣炸鍋 什麼都有 不過如果你急吃的 就這個 如果不急的 你用一些焗爐 都可以的 知道嗎 要理解 煮食的食物 經常要變化 OK 現在就炸了 剛才我開了蝦 對吧 先切開蝦 先看看 小心點 我不是那些燒肉 這些不是棉木砧板 所以要小心點炸 給大家看看 哇 哇 喂 這條還不是很棒 那條燒肉 在外面買就是這些 看看 喂 看到嗎 要知道 就先斬了幾條 哇 好開心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真的想告訴大家 只要你慢慢炸 那些油 喂 不是很黑的 我告訴你 你要加味的時候 你不要加到這麼重的味 如果不是這些油 是黑的 可以嗎 現在的油都是清的 你隔了這些渣子 用得翻 OK 好了 現在就斬了 哇 好久都沒有斬過 在這兒 出發 通告 我先去吃 一下 嘗 這是你 現在是吃的 不要吃 嘗 嘗 不要吃 應該會砸 你的手掌 嘗 不要剪開 可是我一間 你看呀 我先試給大家看 我先拿一瓶板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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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香 先拿走這些 等於蘸這個太辣了 十六個街寶買 大新買十倍大支要三十多元 我不買了五噸 好了好了 大家看到了 這個自己做的 幾十元 也九十架 不過四磅半的燒肉做出來就是這樣 不用用乾波爐 不用用焗爐 不用用氣炸鍋 由開始買肉回來 只不過是大約四個小時 因為要解凍 要將它煮五十分鐘 要將它塗乾 要將它放進雪冰箱裡 落味料千萬不要落得那麼濃 你看到了 如果不然就做出黑色 有益健康 一定比出街吃好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呢 一家人一人兩塊 都大大塊 大家要知道這裏是兩塊 最重要是乾淨衛生 讓我試一塊給大家看看 穩手吃燒肉 子彈 一塊都差不多了 這個這麼大塊 不懂得炸 看到了 不肥的 吃了包不口渴 你看到我放了多少味料 要加一點芥末 哇這塊很棒 誇張 我試試 香不香 煎炸也有這個效果 哇 嗯 嗯 這塊肉 要告訴你 為什麼要煮五十分鐘以上呢 剛才好像熔熔爛爛的 你不做這個動作 肉很硬的 現在肉 就很棒了 煎過就收回水 這樣才好吃 夠味道了 告訴你 不夠的自己 再加豉油 哇 很棒 這個 嗯 假定吃不完 或者你想做別的 通關燜火腩 是不是 我都有片 都是這樣做 這個真是正 我頂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自製煎的燒肉 哇正啊 多謝了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好 開一個 出來 看看 究竟這是什麼瓜 咦 白色的 好像魚翅瓜 究竟是不是南瓜來的 真是 像魚翅瓜 簡單啊 哇這個 好香啊 送飯也是 小朋友喜歡到鼻子了 剛剛好啊